南中国海主题课题一直都是争议 东盟成员国正在跟中国商议南海行为准则 以避免南海冲突加剧紧张局势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拿督莫哈默阿拉敏就指出 谈判过程不会损害各国的领土还有海洋主权 中文字幕提供了 莫哈默阿拉敏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提问时指出 我国今年8月到2027年7月这三年期间 作为东盟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 在国际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协调国我国扮演的角色 就是与中国共同商讨南海行为准则的草案 在这方面我国致力于确保有关准则 将会成为处理南海相关问题的有效和实质文件 作为协调国有效和实质文件 作为协调国有效和实质文件 小ever是有效和实质文件 价格在第一å 合作为协调国有效和实质文件 Xin fum准则 担韩